我一句成语 大伙耳熟能详 叫唐碧当车 说的是螳螂 举起前肢 就企图阻挡车子前进 一般我用手拦车 都是大车 咱们沈阳有一位司机 人家不是用手拦车 是用车拦车 只不过他开的是小轿车 挡的呀 不敢想象 雨虹广场黄海路 小车给火车憋停了 小车停的是挺稳的 也没看看脚下是铁轨两行呢 待到大伙发现时 火车正步步逼近你的脸庞啊 火车别停了啊 太霸道了 话说 这汽车逼停火车的一幕 就发生在昨晚 火车司机当时也懵了 到中间这是什么玩意 一脚刹车停下来 距离小车仅剩十米左右 太危险了 围观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 着实在大冬天里 捏了把冷汗的 但是找了一圈 愣是没看见小车司机 心也是够大的 事情一出 网友炸锅了 支持终身计价 不配开车 这是专业碰瓦的 难道此路是你开 通过需要买路财 身手真高 都开始拦截火车了 那天要堵飞机呢 应该先带着司机啊 就检查一下视力 驾照怎么到手的呀 这教练没教你上车下车 都转圈看一眼吗 再说了 就单单看你停车的环境 旁边没有停车位不说 你没发现连车都没有吗 我现在吧就特别好奇 就想看看这司机 究竟长什么样 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这样的人 真像网友说的那样 不配开车 终身进驾